现在说说吕布 他在下皮就似着粮食储备充足 而且又有试水这个天险作为屏障 所以就安安心心在这里守卫 什么都不怕 当曹操率领大军来到的时候 陈公就向吕布建议说 将军啊 现在曹兵刚刚到 我们趁他兵马未曾站定脚 刑寨又未安好 以日激怒就实赢的 谁知道吕布说 我们一阵旅旅打败 都是不要轻易出击了 等他来攻的时候才打他 实将他们打入屎水都行 没听陈公说 过了几日 好了 曹兵已经扎好刑寨 样样都安排就水了 这一日曹操带领所有的将领 一起来到城下 大声地喊 吕布出来搭话 吕布就走上城楼 站定在那儿 曹操对吕布说 听闻 凤仙你又想跟袁术联佛 所以我就带兵来这书 袁术此人有谋反的大罪 而你呢 却是有土佛董卓的功劳 我真是不明白啊 你为什么事竟然会将以前的攻击都抛弃不咬 反而去追随那个反策呢 如果城池一破 你就悔之满意咯 如果及早投降 共赴皇室 那就一定不失封侯之位的 吕布说 城商你回去先 让我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了 当时 陈公正站在吕布旁边 他一边破口大骂曹操监责 一边是黏弓搭剪 这样一箭就射中曹操的碎棋 怒到曹操不得了 我发誓要杀了你 于是就带兵攻城了 陈公对吕布说 曹操从那么远来 他这种势头不支持得多久的 将军 你又带着马步军出去城外驻扎 我就率领其余的人马在城内死守 曹操如果攻打将军你的时候 我立刻带兵攻击他的后面 如果曹操来攻城了 那将军你就在后面来支援 我们用这样的打法 不用十日 曹操的军娘一吃完 我们一鼓作气就可以打败他了 这个是互相支援 机角之势呀 你说得很对 吕布就回家执拾行军打仗的衣服 当时正是冬天 他又吩咐那些徐从人员 带多些棉衣 他老婆嫌事听到 带多些棉衣呀 干什么事呢 就出来问吕布说 夫君你要去哪里呀 吕布就将陈公的计划 告诉他听 严氏说 哎呀 夫君呀 你整个城都劈低 妻子亦不顾 夫君远出 如果 如果一旦有什么三长两短 那么将军你就没了我这个人的了 啊 哎呀 当堂搞到吕布没了主意 他酬随不绝 连气三日就没出去衙门理事 陈公等下一日 等下一又一日 不是路了 就直接进去见吕布说 曹操四面围城 将军你不及早出去 实被他困死的 我想了一下 远出不如坚守 哦 将军呀 这两日听说曹操的君娘好少了 已经派了人去许都运粮食 好快就会运到 将军你带一队精兵 去截断他运粮的路 你这条街啊 妙啊 女公想想 是吧 就进去内室和严氏讲 严氏一听就哭了上来说 夫君呀 一退了 就是靠陈公高顺他们 怎么守得住个城池的 如果有什么错漏 就后悔不及的了 以前 在长安那阵 我已经被夫君你 劈低了一次 幸好多得旁书 静静地收起我 这样才能够再和夫君你相聚 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今天夫君你 又要劈低我去了 将军 你前程万里 请你不用挂住我了 你去 你去 是啦 说完 放声痛哭 任你呂布 怎么英雄好看 被女人的眼泪一搭过来 立刻没了 这个正是呂布的弱点 呂布听他老婆这样说法 愁闷得不得了都不知道怎么做好 他又去将这件事 说给刁蝎听 刁蝎话 将军你要顾着我们才好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出去打 你不用忧虑的 我又放天话击 有赤兔马 谁打得过我 于是呂布就出来和陈公说了 说什么曹操的君娘运到了等等 假的 曹操此人诡计多端 我未敢动 没法子了 陈公词别了呂布走出来 他长叹了声说 唉 我们呀 死无葬身之地呀 从此之后 呂布日日都不出来理事 一味和盐氏雕蝎饮酒解门 有一日 谋事许似黄佳两个去见呂布 他们想了个打败曹操的办法 他说 现在袁述在淮南 声威大震 往日 将军和他有个分约 现在为什么不再去求一下他呢 如果袁述的兵马一到 那时内外夹攻 要打败曹操就不难了 好 我立刻写封信 就请你们两位去一趟了 将军有令 我们一定遵从 不过 事必要有一支军队 走投引路冲出去 这样才行的 那我叫张辽和阔盟两个 带一千人马送你出去 于是当晚宜监 张辽在前 阔盟在后 保护着许次 王阶 打开城门 杀了出去 他们在楼比刑寨旁边 飞这么快跑过 楼比手下的将军 追他们追不及 就被他们冲了出去 喊口 阔盟带着五百人 就一路保护许次 王阶去寿春 张辽呢 就带着其余的一半兵马就回来 当来他喊口的时候 关文墙立马黄刀当头烂语 但是呢 都没曾交锋 高信已经带着兵马出城来接应 接了张辽入城了 现在讲讲许次王阶 他们两个去到寿春 拜见袁述 呈上了封书信 袁述就说了 前那次杀了我的侍者 赖了我的婚姻 现在又来提这件事 究竟为什么呀 许次说了 过去 佳恩是被曹操的奸计所悟 请明尚铐量 什么许次称呼袁述做明尚的呢 这样的 在封建时代 往往是用个上字来称皇帝的 因为当时袁述 已经自称为皇帝了 而且还定了个年号 所以许次他们 就不便按照一般的专称 称呼他做明公 而改为称呼他做明尚 那袁述就说了 你的主公 如果不是因为被曹兵困住 处境危急 又怎样肯把我女儿嫁给我的儿子呀 王佳说 明尚如果不去研究 恐怕唇亡 此寒 也不是明尚之福 奉先的为人反复无常 不讲信用 这样 等他送我女儿来先 然后我就出兵了 已经把说明尚之福 已经将说明说到这样了 许次皇家是只有词别圆述 和确许次 和确盟回去下辟是呢 这一日 翻到了 又是要经过楼比 在刑寨旁边 许次话 日头不要经过他们 还是等到今晚半夜先了 我们两个先行 就路犯 确张分额后了 好了 商量妥了 到了半夜 就按照计划行动了 许次皇家就过去先 确盟正在走着 突然撞声 张飞出来 在前面拦着去路 确盟顶硬冲上去 跟张飞打 仅仅一个回合 就被张飞生禽了过去 那五百人马被张飞 他们杀散了 首先 张飞借确盟来见刘比 刘比就突然压过去 大本营见曹操 曹操审问他 确盟就将他受蠢求救 和答应分事的经过 说了出来 曹操生气得极 下令斩了确盟 同时派人通告各个刑寨 如果又走漏了呂布 或者走漏了他的军事 一律按照军法处理 哇 各个仔当时醒了 刘比回去自己的刑寨 就吩咐班公和张飞说了 我们在正通向淮南的 要冲地方 你们两个千万要小心在意 不要违反曹操宫的军令 张飞说了 捉了一圆策掌 不见曹操又什么包掌 反而还来吓人 为什么 刘比说了 不是这么说 我说了 曹操统统书这么大的军队 军令不严 你说怎么管理 总之你们千万不要违反军令 好了 关公张飞 这就没有说话说了 现在说许齐黄佳 他们回去见呂布 就说他听 原术首先要得到个媳妇 然后才起兵来救 呂布说 送个女儿去先都得 不过怎样送去呢 许齐黄 现在阔盟被他们逐住 曹操必定知道了我们的情形 样样都会作好准备的了 所以 如果不是张军你亲自护送 谁个这么本事能够冲出重围呢 嗯 今天就送去 怎样 今天是空神值日 不要去啊 明天就大吉大利了 最好就是率时和害时了 即是说晚上七点到十一点这个时候好 好 就这么定了 跟着呂布就对张辽高信说 你们点三千军马 准备好一架车 明天我亲自送你们过了二百里 然后由你们两个继续送我的女儿去受寻 终命 好了 到了第二天 夜晚二更时品 呂布就用点凉棉花 线着女儿的身 然后用铁甲裹好 背在背脊上面 装束好了 装束好了 呂布提击上马 打开城门 呂布中马就首先出城 将辽高顺就跟到他实 一路走 就来走到楼比刑寨了 只听见凉凉凉一声鼓响 惯共张辽就拦着去路 喝他们说别走 呂布就无心乱战 一尾故意抢路走 这个时候 刘比又亲自带了一队军马杀来 两边就混战得长 呂布虽然是勇猛 终归是背着女儿在身里 自怕就是伤亲她 所以打起上来就 度度顾着镜手镜脚 亦不敢冲突重围 打了一轮 避免 后面除访许柱等等都杀过来了 兵出大声地叫 不要被呂布走了 杀呀 呂布见对方的人马越来越多 没办法冲出去 唯有退回到城 留给收兵 除访他们亦各自带兵归债 确实一个都没走掉 呂布退回到城之后 心愁闷得不得了 一尾喝酒 今天不知不觉过了两个月了 曹操功成还是供他不拿 有一天忽然得到报告说 河内太秀张扬想出兵来救呂布 被他的布下羊丑杀了 羊丑本来想带着张扬的首级来献给丞相 谁知被张扬一个心腹将领衰顾杀死 现在衰顾投奔犬成去了 曹操听了这个消息 立刻就命令使唤带齐人马去追衰顾 务必要斩掉他 跟着他跟大家商量说 张扬虽然自取滅亡 那就好 不用我们去打 但是北边有元兆之忧 东边有刘表张寿之患布 我们围攻下皮这么久 还攻他不下 我想劈开吕布不打他 回去许刀先暂时停战 你们说这么好不好呢 孙悠一听曹操这么说就说了 不好啊 吕布打射都输 已经失了锐气了 一支军队以将为主 主将一软弱就全军都无心作战 那个陈弓虽然是有计谋 不过是迟钝了 现在吕布的元气都未曾恢复 陈弓的计策也都未曾定得 我们有这么快 得这么快 加紧进攻 一定可以组到吕布的 博家就说 我想到一个办法 可以立即攻破下皮城 胜过用二十万大军 孙悠就说了 哦 莫非挖开移水 试水的河堤 用水浸他们是吗 博家说 没错了 曹操欢喜得极 立即下令就叫军事 挖开两条河的河堤 当时曹操的人马 他们所驻扎的地方都是高原 看着那些大水 他哼哼哩湧住来浸下皮 转眼之间 全个下皮城 就除了东门的地势比较高 没有水之外 其余各个城门都被水浸了 那么各处首成的军事 就飞这么快地来报告给吕布知 谁知道吕布当他没事 他说 我有尺套马 渡水好像走平地一样 一遍都不用怕 他依然日日和老婆妾妾 痛饮美酒 沉欢作乐 唉 吕布你以为真是铁打的吗 因为酒色伤身 吕布当堂落晒营 有一天 他偶然照了照镜 哎呀 吓着自己 不变成这样 他说 我被酒色枪了 嘻 从今日开始 戒酒 于是立即通令全城 从即日起 凡有饮酒的 斩 现在说的吕布布下 有个将领叫做侯成 他有十五匹好马 被个马夫偷了 想用来献给刘备 侯成发博了之后 就追到那个马夫 杀了他 抢回好马 回来 那就很高兴了 整班军官都来和侯成 和喜了 侯成本来让了五六石酒 想和那班军官 喝一餐来高兴一下 之后怕吕布怪罪了 于是就带了五瓶酒 送去给吕布 便稳告他听话 托将军的苦威 塞了好马 全部追回来 仲位将军都来和喜 小将让到多少酒 不敢擅自饮用 特意奉献一些 给将军 撩表微意 哈 呀呀呀 我刚刚禁酒 你又要醉重饮酒 莫非想同谋来害我是吗 人家 让他推出去斩首 哇 不得了啊 宋献艺族等等将军 马上走来和侯成 讲情 雷波说 故意违反我的命令 你应斩首 现在看在各位将军面上 姑且打一百棍 众位将军又苦苦哀求 终归是打了五十棍 然后才放回侯成 唉 所有的将军 个个都搞到垂头喪气 宋献艺族去侯成家 探望一下他 后盛哭起来说 不是各位港澄 今天我杀死的了 宋献艺说 呂布一尾懂得顾着个老婆 当我们都不是野 艺族说 兵为城下 水浸豪边 唉 我们呀 等死在了 宋献艺说 呂布这样不仁不义 我们砍开他走人 怎么样 艺族说 无毒不丈夫 我们不如 我们不如捉了呂布 献给曹操不好 后盛哭 后盛说 没错了 呂布 像什么呢 像他那批赤兔马 你们两个如果真的献换来族旅堡 那我就先去偷马送给曹操 三个人 三个人就秘密商量好了 当晚 后盛静静静去到马棚 偷了那批尺兔马出来 就飞奔去到东门 艺族开了城门放他出去 然后就炸家衣 整成去追他这样 追了几步就翻转头 后盛去到曹操的形寨 献上匹赤兔马 将宋献艺族有意投降 在城头插白旗的信号 准备献换的事 稳告给曹操听 曹操听到这个消息 得发了 马上签署了几十张报告 叫人用箭射入城里面 将报告的大意就是说 大将军曹操 送了皇上圣子 来到惊吐旅报 如果胆敢抗拒大军的 攻破城池的时候 就要全家杀传 如果有人能够捉住吕布献来 或者献他的首级来的 不论上至将教 下至书敏 一律重加观赏 到了第二天 梦梦光的时候 吕布只听见城外的吶喊声 震天动地 吕布大启一惊 抓住之方天话击 走上城楼 逐个城门去视察 他见到矮族就大骂他一刹 骂他被猴城走掉了 还失了尺兔马 吕布不得了 以治他的罪 但是在这个时候 城下的曹兵 看到城上插起八旗 就拼命攻城 哇 好紧急 吕布就唯有亲自抵敌 从天蒙蒙光 一直打到中午 曹兵才稍微后退了一些 武功得那么厉害 吕布已经疲倦不堪 就在门楼上面休息一下 谁知坐一张椅树 一盒就睡着了 宋献见到机会禮了 就喝左右的卫兵走开 念手念脚就偷了吕布之横击收买 然后和艺族 一二三一齐动手 将吕布一这样按到他实 立刻用繩将他绑到实了 吕布一下扎醒 被人绑住了 就大叫围兵 但是那些围兵呢 都被宋献艺族杀走了 宋献将白旗一匪 曹操的兵马 立刻哼哼声冲到城下 艺族大声地叫 我们已经生禽旅布了 夏侯淹不信 你两个人有这么大本事 宋献就在城楼上 响声一下将吕布之划击丢了到城 大开城门 哇 真是捉到吕布了 曹兵潮水一涌而入 当时高顺张辽在西门那边 因为被水浸住 出不了城就被曹兵捉到 陈公就扔去南门 就被徐坊捉住 曹操的城 马上全领 要塞好挖开了河体 同时引水退干 又出房安门 这两件最重要的事交代了 曹操就和刘比坐在白门楼上 关公姜飞就站在刘比的旁边来 曹操吩咐中捉到个人压上来 吕布虽然生得又高又大 但是现在呢 被人用绳子好像扎种 扎在一块 吕布大声地叫 绑得太紧了 麻烦你送吧 曹操说 绑老虎不紧都可以吗 吕布立了一眼 看到后绳 艺族 宋献都站在旁边 就对他们说 我一向代你们都不错的 你们真是这么忍心背叛我吗 宋献就博他说 听完老婆妾侍的说话 不听将领的计策 那中华代我们不错 吕布当堂的都不能啥 啞口无言 无奈 刀虎手涌着高顺来 曹操问他 你有什么说啊 高顺不出声 你有什么说 嗯 将他退出去 斩 于是斩了高顺 跟着 徐访介陈公来了 曹操一见陈公就说 分别之后 你几好啊嘛 陈公说 你心术不正 所以我离开你 我 我心术不正 你又为什么 要去为吕布效力呢 吕布虽然有勇无谋 不像你这么诡诈奸险啊 你知应是足智多谋 现在又怎样啊 啊 我自恨吕布此人不听我的说话 如果听我说 未必被你们捉到 那 今天的事该怎样办呢 今天唯有一事 你是这样啊 你的母亲妻子又如何啊 我一向都听闻话 以孝治天下者 不害人之亲 私人正于天下者 不绝人之后 我母亲妻子 或生或死 就看明宫你了 我今天已经被擒 请你杀了我 我并无牵化 曹操仅是有点流暖之意 不舍得杀陈公 但是陈公已经直不走落城楼了 那些卫兵拉都拉他不住 曹操站起身 流着眼泪送陈公 陈公你都不理他啊 头都不会 曹操对他的侍从话 立即送公台的母亲妻子 回去许刀养老 态慢的斩 陈公听着曹操讲这番说话 他亦不开口 眼都不斩下 伸长条颈子等你斩 当时在场的人 个个都流眼泪 斩了陈公之后 曹操叫人用副上等棺材 念了他的尸体 葬在许刀里 当曹操起身 送陈公到城楼的时候 吕布就抓紧这个机会 逮留给 他说 袁德公 你是贵客 我是囚犯 为什么不说句话 救下我 刘比咬咬头 没有出声 曹操翻手来了 吕布就大声地对曹操说 明公你最忧忌的 不过是我吕布 我现在已经服你了 明公你做大长 我做你的副手 平定天下就不难了 曹操就问刘比说 怎么样 你猜刘比是怎么回答曹操呢 吕布的命运又如何呢 他说 喂 喂 應該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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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